好 如果是单张做的话 就是要做12次 好 那我可以做一起做 就是按了Shift2 那就是第二张工作表 好 那按Ctrl键 把第三张工作表一起选起来 好 两张一起选 然后上方会有这个工作群组 好 上方工作群组意思就是 两张已经锁起来了 你当你去做其中一张工作表上面的内容 另外一张也会有 叫工作群组 好 比如说像星期一到星期日 位置是不是一样 那我就可以直接一起做啊 比如说12个月份一起选起来 好 那我直接执行 星期一 好 那一到右下角 那到星期日 好 这个是2跟3 两张都会有的 好 上方 上方你可以写 来跨栏字中可以先做 好 2020年 好 多少月份嘛 对不对 行事例 是不是一样 待会只要改数字就好了嘛 好 然后甚至加框线 框线可以等一下做 因为不晓得它多大嘛 对不对 好 比如说这边 颜色 颜色大小 相同的可以一起做好 加出体质 加出体质 好 然后大小 预览一下 好 跑出去拉回来 因为版面还没改 好 这样子是两张工作表一起做了 你看一下 我取消一下工作群组 好 这个是第二张的 有没有 2 我这里可以把它改 11月 有没有 好 然后这里3 是不是也做好了 好 这边点两下 12 是不是一样的 相同的地方 我就可以先做 一起做 有没有 一个是1 一个是2 好 那如果你有12个月份 你就按第一张按折 然后按shift 点第12张 就 行程工作群组 就是把工作群组一起选起来 一起设定 好 相同位置 就可以这样做 好 有时候你做报表 是每个月要做一张 好 那格式要一样啊 不能一下 颜色不一样 或大小不同啊 好 那就可以这样做 工作表 好 按control键或shift都可以 control键就是单选 好 那shift就连续选取 你可以试试看 你再 再做这两个 好 试试看 一起做 他会把